直擊路口對面一輛圍停 另一邊同樣一輛轎車 直接把車停在大馬路紅線上 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南京東路上就有五輛車圍停在紅線 過去可以拿手機隨手拍向警方檢舉 但現在立院三讀通過 違規檢舉限縮只剩46項 停一下下來就是買個東西下來 就被人家檢舉了 就一切兩百塊了 被檢舉的痛 許多民眾都很有感 但因為每年違規檢舉的案件 將近六百萬件也讓警方疲於奔命 修法後違規停車 除非停在路口公車站前後十公尺 消防隊出入口五公尺等等 五種嚴重阻礙交通的項目 否則不會受理 像這輛車就違停在路口和公車站附近 只要拍照上傳還是有可能檢舉成功 動態違規也有新限制 包括惡意B車闖紅燈 違規回轉 為禮讓救護車等等 一共41項可以檢舉 但連續違規必須間隔6分鐘 才能分別舉發 避免有人報復性檢舉 如果下貨的話很快啦 大概五分鐘左右吧 就被人家檢舉 我是認為可以說 可以聽一下 然後要留下電話 大多數民眾對於限縮檢舉項目 都很認同 警方統計2020年六百萬張 民眾檢舉的案件中 違庭劍數高達258萬件 預計修法後 可以減少178萬件 降低三成 但別以為不會被檢舉 就能隨便停 警方還是可以依法開單 民眾別心存僥倖 TVBS宣傳蔡明訊 郭穎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